石门区着手红火蚁攻击 全区目前已经发现有20处遗秋的踪影 为了提高民众对红火蚁的防范 公所是特别邀请防治中心专家来宣导 为民众说明遇到红火蚁该如何因应 并且共同防治 让红火蚁在石门消失 之前传出红火蚁入侵石门区监路里 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清查 在石门全区目前共发现20处遗秋的踪影 分布于监路里石门里 山西里及老梅里 为了提高民众对红火蚁防范的意识 石门区公所特别邀请防治中心的专家来开讲座 为民众说明遇到红火蚁该如何因应 也让农友们了解红火蚁的样貌以及特性 近期石门区发现红火蚁有困难的情形 截至目前有发现20处有红火蚁的情形 包含了石门里 监路里还有老梅 山西 有发现20处的红火蚁 遗秋大概也是20几处 所以说针对这部分 为避免扩展或民众有被咬伤的情形 我们办理了这一次讲习 让民众我们辖区的民众更了解红火蚁 他们的严重性 然后让民众有了解这个姿势 避免如果下农田耕作的时候有被咬伤的情形 要请到红火蚁防治中心的专家来到现场为民众分享红火蚁的生活形态 还带来红火蚁窝罐签的模型 还有红火蚁的标本要让民众分辨与一般蚂蚁的差别 还有介绍红火蚁的足细节肌图 透过对红火蚁的深度了解 要让民众简单的进行防范 那我今天来我们这边石门区公所 是为了让民众去了解红火蚁 它整个的一个基本的介绍 它要如何做一个防治 正确的防治方式 以目前入侵红火蚁这个生物 它是外来种 那目前我们国家政策是 在石门这边算是零星发生点 那我们会希望是说能够把它灭除掉 那其他的像其他地方 新北市其他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压制它的数量 不要让它再扩散到其他地区去 红火蚁防治中心的专家表示 石门区的红火蚁形态属于零星的个案 并不算扩散的严重 因此也希望透过传递民众正确的知识 要防范红火蚁扩大的扩散 进而再配合农业局投药放耳进行更出 记者大平和石门采访报道 任何东西 在线与马里面